坏人在车外语音控制打开车窗 侵害车主引热议 客大车喜回应 现在不少新车型都配备有语音控制功能 只需要动动嘴就能够控制车内相应的车窗 偏窗开关如果这个功能被坏人利用 进入自己的车内怎么办 近日 斗斗车的光头猛男爱迹于狼狄地死了时 上演了一场生动的汽车安全试验 但是 没想到的是这位光头猛男坏人是围车评人 于是 光头猛男的魔爪 就伸向了这位美少女 同时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滑铺天空 那么问题来了 如今不少车辆都配备有语音控制系统 如何防范此类情景复现 也是各大车企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 对此 车企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特斯拉内部人士 从交互逻辑上就限制了车外无法启动语音助手 就更别提给语音助手说 打开什么 一 用户在车内 可通过主驾车门上的按键 一键锁闭车窗锁 在车窗锁闭情况下 语音控制车窗功能禁用 二 如用户长时间在车内休息或午睡 可在语音设置也关闭语音唤醒功能 三 未来我们将优化语音控制策略 在保障用户语音功能体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用车安全 小鹏汽车表示 给出一定的反制措施 比如可以自行按键锁住车窗之类 不过 总而言之 对于车主来说 外人能够在车外控制自己车辆的语音控制系统 始终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这一点需要厂商后续给出更多解决方案来避免